蔡董事長 周老師 邱副主委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談氣候變遷風險資料庫 我其實1990年我的碩士論文就是氣候變遷 很高興我選對了 直到今天變成很熱門 那邱主任請我來談這個問題 其實因為做氣候變遷做永續發展也做了很多年 坦白講在學校以前做科學研究 可是現在開始要做實務應用 科學研究跟行動其實有很大差別 科學其實錯了就算了再重來再更新 可是行動譬如說在金融業 不能給你的資料說對不起我錯了請你再更新 所以這資料品質資料的格式 剛才其實邱副主委提到 怎麼樣去從資料的產生 剷接到產業就非常重要 我今天大概講的內容大概以上的主題 因為只有15分鐘 所以我就針對一些重點來做介紹 剛才邱副主委幫我引言 這個Together for transparency 其實這在去年的Grasco會議裡面 在愛姐會議裡面特別以這個為主題 這個意思其實透明的基本精神是什麼 就資料要透明要大家可取得 然後另外一個大家不要想說只要資料 它其實後面是當者 accountability 就是叫究責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資料透明以後 就可以看你資料對不對 所以已經不是科學研究了 你用的資料對不對就很重要 所以剛才金管會可能我們有永續報告 書要做 然後我們有金融評鑑 我覺得另外一塊是他們用的資料到底對不對 大家用的資料到底一不一樣 如果資料不reliability 如果大家資料不一樣 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所以就牽扯到 國家有沒有一個共同資料庫 有沒有一個系統整合 就變成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其實告訴我們 其實是世界現在的趨勢完整的 我覺得周主任其實非常清楚的 掌握趨勢 直覺資料是未來很重要 可是不僅是產生資料 是資料怎麼用 有沒有用對 資料對不對 然後資料有沒有用對 那用對以後有沒有做對的決策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那我從這個當開始就是 其實資料其實廣泛來講 它應該不只是只有資料 應該區分是資料 資訊 知識 跟智慧 舉例來講剛才邱副主委提到雨量 雨量或許整個台北市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可是它造成的淹水每個地方就不一樣 所以你不動產在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就會需要不同的淹水資料 可是淹水可能在這邊 降雨可能屬於資料 可是淹水可能已經到知識 或者是已經到資訊這邊了 所以那是要經過加值的 那每一個使用者他需要的可能不一樣 學者比較喜歡拿資料 比較不相信別人做的 可是以產業來講 它可能到資訊或知識就可以 我可以應用這邊來做應用 所以那個解析度也會不同 所以在知識管理裡面 從資料 資訊 知識到智慧的決策 其實是要分的 而且中間很重要是要tools 你有沒有工具 我從資料到資訊也要工具做轉換 資訊到知識 尤其知識要融入公司治理的時候 你有沒有工具 譬如說銀行的 你要做委員的PD 跟我淹水機率的改變 這兩個有沒有連結起來 這兩個gap 你怎麼去bridge起來 其實那是需要方法學的 不是有資料就可以完成的 今天我給你淹水資訊 我給你鋼焊資訊 我相信你也做不出 到底委員率會有多大改變 而是這中間到底氣候變成導致的結果 怎麼跟你的已經熟悉的風險管理機制 可以連起來 這必須要跨領域合作 而且是要清楚的知道 這些知識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可能跟你傳統的認為不一樣 因為有啊 我以前用防災 我聽過一個在保險業的專家告訴我 其實很簡單啊 如果他出險的話 我就把違約的這個 違約他的保險費提高就好了 可是大家記得 他的保險費提高是 based on過去統計分析的結果 可是氣候變遷就是告訴你 統計資料就是不存在了 它的特性 定常性就是改變了 那你要用防災資料來做氣候變遷 那也是不對的 氣候變遷不是防災 防災坦然是過去的經驗 做未來五年的一個規劃 可是氣候變遷坦然是 過去可能沒有發生過 就剛才其實蔡董事長也提到 我們颱風也沒有來 剛旱以前也沒有遇過 現在變得很熱 就過去沒有這個經驗 可是它發生了 可是可能發生更嚴重 譬如說加州從2013年 連續三四年的乾旱 印度在2016到2017也跨年乾旱 我們台灣運氣很好 靠颱風跟梅雨 可是真的要小心 你們有沒有發現 亂一梅雨真的空梅或是枣梅 或是颱風沒有來 我們跨年乾旱 政府撐得住嗎 這種跨年乾旱是沒有發生過 我們怕的是沒有發生過的 有發生過的 慢慢適應都還好 可是這些資料其實就變成到知識了 而不是純粹的資料 到底哪些知識可能會影響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dependency跟impact 可能金融我們怎麼樣產生影響 除了對環境比較有負面影響 讓從產業有正面影響以外 我們可能會dependency 我們依賴哪些會影響到我們的產業 其實這個都要評估 而且只要用科學的方法 現在講的要science based 因為這個是沒辦法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做的 它必須要去推估未來的 所以這時候domain knowledge就非常重要 所以產學合作 過去學校老師可能做的 發表paper很高興 那產業應該根據過去的經驗做得很好 可是未來不一樣 這怎麼結合我覺得未來很重要 所以剛才其實包含邱副主委提到 其實轉型風險實體風險 坦白講我必須要講我20年前 20年前我們的slogan叫減能減碳 我每次上台就請大家注意挑釋問題 然後講完了所有的還是講減能減碳 那你會發現大家現在講的都是什麼 都是禁令 禁令不是不重要 禁令很重要 禁令是馬上國際壓力 可是大家你會發現 大家我們都有談到轉型風險實體風險 可是實體風險這些資料庫 到底可不夠完整 我們講乾旱 我們有淹水 我們有崩攤暴草 大家都有啊這資料有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 這資料到底是防災資料還是氣候邊境資料 所以氣候邊境資料 則是氣候推估的資料 進一步評估出來的暴雨 進一步評估出來的淹水乾旱 坦白講這些資料是沒有的 我們台灣現在是沒有的 部分老師有 就剛才副主委有提到 可是沒有整合起來 沒有一個公共的國家的資料庫 那基本上在氣候邊境裡面有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 所以我們在轉型風險裡面 在實體風險裡面 我們叫做韌性調試 其實大部分在國際上 韌性調試是用在調試上 韌性系統就是韌性其實很簡單 就是恢復力 白話文叫恢復力 就是你受影響 有多快會恢復正常 就叫韌性 所以你越快恢復正常 你的韌性就越高 另外一個呢 轉型風險 但轉型風險不只是跟碳 然後這邊包含我們供應鏈的要求 像蘋果供應鏈要求 蘋果要求跟供應鏈 2030年所有的供應鏈的廠商都要碳中和 注意是碳中和不是禁鈴 這兩個名詞在產業是不一樣的 那再來呢 我們政府可能要開始收碳費 那大家一直講到C-Band 我這邊也再呼籲一下大家注意 C-Band是2026年1月1號開始 今年10月試用 可是美國的CCA 氣候競爭法是2024年 而且涵蓋範圍更廣泛 可是我覺得這部分好像被忽略了 所以清潔競爭法比歐盟那個要求更多 應該 我主要求是指類別更多 然後它的時間更早 所以那個真的不要忽略 那個可能帶來急迫 而且2024 今年2023 明年 那2026呢 還有好幾年 哪個比較快 其實CCA比較快 而且我們台灣出口到美國的 遠比可能到歐洲還多 所以那個可能是很重要 這個其實是水Tax的部分 那剛才其實也大家提到 其實坦白講 這部分我們已經談了蠻久了 過去也一直在談 其實氣候變金的風險 實體風險其實很簡單 就是危害加暴露加脆弱度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細講 我們就講危害 其實大部分是需要危害資料 就包含金融業 你融資的廠商 或者是你貸款出去的這些不動產 它到底坐落在哪裡 其實這就是暴露 這資料你們都有 那這些資產或是這些公司 它面對 譬如說這個公司本來就是靠耗水的 它對氣候變成乾旱 當然就會比較敏感 所以它脆弱度就高 那有些它是知識服務的 乾旱跟它根本沒有影響 所以它脆弱度就低 這個你們的資料很容易做 可是你們缺的其實是危害資訊 可是危害資訊要靠你們 或是靠個人 其實是沒辦法的 必須要靠政府去整合 譬如說我們講乾旱跟淹水 這本來全責就是水利署 可是它不是只是做防災的乾旱 它做氣候變遷之下的乾旱 那什麼叫氣候變遷之下的乾旱 氣候變遷之下的乾旱 其實戶主也提到情境 那情境是什麼情境 再來就是水保主要做什麼 水保主要做什麼 土石災本來就是它的全責 它叫做氣候變遷之下的土石的 危害地圖出來 中央氣象局就要負責的是什麼 高溫低溫這些資料 其實這都有權責的 只是加上氣候變遷之下 未來的推估是什麼 所以在現有權責之下 他們要擔起責任 而且政府擔起責任的好處是什麼 這個資料是有政府背書的 而不是學術研究的一個會整 這些本來就是各部會都在做的 當然現在環保署通過了組織改造 變成有環境部 然後裡面有氣候變遷署 氣候變遷署下面有氣候變遷中心 其實我滿難過的 它的層級這麼低 其實它應該拉到行政院 然後博鳳副總統跟院長走了 有點可惜 其實氣候變遷中心其實真的應該拉高 那個層級其實有點低了 總統府 行政院 環境部 氣候變遷署 然後在中心 可是他服務人 你看看他服務多老的人 可是層級這麼低 其實有點可惜 他們也還沒成立 那當然經管會是用這資料 當然我剛才講過 包含永續報告 包含永續金融的評鑑 他用資料到底對不對 可是用的對不對這時候 你有沒有共同資料庫 讓經管會可以來查核說他用的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每個人都對 每個老師也做的都是科學方法 就像我們做環評 我環評的工具 我環評的資料都對 只是你用的是1980到2000年 我用的是2000年到2020年 用的資料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 所以你沒有一致性的資料 沒有一致的方法 做出來結果都不一樣 那你怎麼樣審核 你只能審核它的程序而已 你沒有辦法審核它的績效跟結果 這原因是什麼 因為沒有共同資料庫 沒有辦法共同比較 所以跨部會整合 怎麼樣整合 我覺得跨部會跨領域 大家都談很多 這個我也常常去參加跨領域的會議 跨領域通常開完會以後就各做各的 只有開會的時候跨領域 可是現在故事不是這樣 以前是合意的 反正以前 接下來玩真的 以前玩假的 我玩假的 別人應該不是 大部分都是開會 開完會都各做各的 可是現在不行 現在明明白白 氣候變成永續發展 就是告訴你要跨領域 要在不同領域裡面 非常順暢的流動 然後每個人都知道 這資料跟資訊是在幹什麼 我不用管這資料 譬如說金融業 你不用管我 我鹽水資料怎麼出來 因為我鹽水資料出來 有另外我同行的會幫我評估 對不對 可是我給你了 你會知道我怎麼用到你的違約率 所以這部分很重要其實是在Data Modeling 我們講資料傳輸之間 Data我剛剛講過 你可能更廣泛把它擴大到 包含資料資訊 還有知識 甚至是智慧決策方法 這整個組織架構 剛才其實我覺得副總統講得非常好 其實這真的是台灣轉型 贏世界非常好的機會 台灣的轉型很快 可是我們真的要系統整合 氣候變成永續發展 未來就是系統整合 不能再分工了 是系統整合 因為大家如果仔細看 該有通通都有 可是怎麼整合變成一個有效率 然後讓我們可以示範公併的一個方法 其實非常重要 我再舉一個 剛才其實副主委提到這TCFD 各個公司也都在講 寫這個永續報告 那永續報告 現在儘管會要求 大家要考慮 GRI、SUSB跟TCFD 事實上裡面就有轉型風險、實體風險 那在TCFD裡面 第二個 在策略裡面就要講情境 可是大家如果仔細去看報告 大家的氣候變遷 轉型風險跟實體風險 轉型風險 有時候會用NGFS的情境 然後氣候風險 我可能用SSP、RCP的情境 可是大家仔細去看 很多其實是沒有相關的 譬如說我們講禁寧 禁寧其實倒講 以後應該會變得氣候比較不嚴重 可是有些會用585 以後變成嚴重的災害 可是這不會同時發生 我如果全球是禁寧 代表我們很嚴格管制 未來的溫室氣力發展 所以我轉型風險很高 可是我實體風險 應該就變得比較低才對 所以我們不是兩個 醉裂情境組合 因為它有相依性的 所以這些方法學 其實我都要講清 其實都要講清 不是寫個報告 我有轉型風險實體風險就好 不是 因為現在是真的要解決問題的 不是寫報告而已 所以它的物理性 它的相依性 就要弄得非常清楚 這其實是很好的對應 我想我相信現在很多 在寫報告 在做這個時候就很浪漫 但是有些公司也問過 我們到底要怎麼對應 但這對應還有得討論 這也不是最後final 可能要我們等一下 KPMG的或許來介紹 會更清楚 因為它們更實物 另外在氣候變遷裡面 我們在講轉型風險 基本上轉型風險 我們講轉型 大概就是剩下一分鐘 我們盤查 設定跟低碳措施 基本上盤查 我覺得現在台灣 我覺得太重視的是企業盤查 坦白講你要輸出到歐洲 輸出到美國 重點是在產品的碳盤查 碳足跡 那像剛才其實副主委提到 經濟部提供一個 用電器轉換去推 那個我覺得工具非常好 可是接下來可能不只是要那個 譬如說我現在做一個鞋子 我要皮革 我要布料 我要橡膠 那皮革的碳足跡是多少 碳排放係數 不是只有碳的排放 不是只有電的排放係數 我可能我要做一雙鞋子 皮革 我的布 我的橡膠的排放係數是多少 組合起來製造以後才會有我這雙鞋子的碳排係數 那金融業如果我要去看這家公司 就製協公司它的碳排係數 它如果沒有前端的供應鏈的東西 它不會有這鞋子的碳排係數 它給你的碳排係數就是不完整的 那你怎麼去做評估 所以從最原始的基礎資料庫 有沒有建立起來 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這個簡單講就是 所有原物料到產品的資料庫 對不起 因為教授習慣都遲到 所以我會多講幾分鐘 容許我一下 這呼籲一下 我覺得另外一個 其實既然我們要這些資料庫 我覺得這政府要趕快推這個 這個是我們資料的來源 就是第三類的環境的產品宣告 這個宣告裡面其實是國際規範 它已經要求你要做水足跡 碳足跡 生態足跡 而且要經過第三方認證 如果各個產業都開始推這個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個就會形成資料庫的來源 不然資料庫是沒有來源 即使我有資料庫也沒有資料可以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推動 未來很重要 包含國際上的要求 或是國內的要求 或是各個金融機構要看 其實我覺得這都提供一個很好的架構 那時間關係 不過我這張本來要告訴大家 是碳中文跟今年不一樣 不過時間關係應該大家也應該清楚 我把它跳過去 最後我講這一張 其實剛才其實副主委有提到 其實除了資料庫以外 接下來的資料怎麼樣進到各個產業 因為要融入 那融入的話包含金融業也一樣 高科技也一樣 會有資安問題 你資料不能隨便進來的 可是如果資料要常常update的 譬如我們剛講淹水 乾焊或是碳排資料 這些資料都是外部進來的 那請問你怎麼確保這外部進來 有沒有帶入一些什麼 什麼木馬城市把你的資安打掉 所以包含這資料怎麼進來 用什麼形式進來 你進來用你的資安怎麼問題 這剛才其實副主委我覺得講得很好 說格式以外 資安上可不可以列入一個 就確定這資料是沒有問題的 讓大家比較容易把資料融入公司治理 我覺得這個資料的傳遞運輸 未來也是非常重要 那最後這個文字我想就不講了 那我想我最後講其實 現在有一個第三期氣候變間調適行動計畫 是各部會要做的 我強烈建議這些部會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是做部會的調適 這位表示只是說我受氣候變什麼影響 我什麼調適 他們應該還要思考 我怎麼樣幫產業產出資料 這一期計畫是國發會在主導 跟環保署 其實他們就應該要接著談 我可不可以提供什麼資料 是產業需要的 幫台灣做轉型 台灣要做韌性的調適 其實就需要這個計畫 這計畫行政院還沒有過 還在推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以上謝謝